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看见拉撒路的姐姐在哭 又看见所有的人也在哭 他就心里悲叹 悲叹这个原文其实是生气 或是情绪很激动 我们如果看完故事就知道 耶稣就是要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 因此他不需要为拉撒路的死亡 难过或是悲叹 那他为什么在这边心里很激动呢 因为他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人面对死亡 都是无助的 而所有的人最后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 所有的人都要死在罪里面 都要灭亡的 而他从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一件事情 就是唯有透过他 人才能够离开这个灭亡 在最终的永远的灭亡 只有透过他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 所以呢 三十五节 耶稣为了人类 真的是面对死亡 大家真的走投无路 一到十章里面 耶稣面对了各式各样的人 对他的挑战 这各式各样的人 他们心中 各自有他们所期待的 弥赛亚的形象 耶稣不断地告诉他们说 我超越你们每一种 所期待的弥赛亚的形象 我不是来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来是要带给你们复活 带给你们永远的生命 带给你们离开旷野 进到神的国 被神称为义 因此呢 耶稣面对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困境 并且在这困境里面 人走不出来 并且人已经认识了耶稣 却一直没有办法相信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复活 耶稣整个心情非常的激动 甚至激动到哭了 但犹太人却以为 他们是太爱拉撒路 而对于拉撒路的死亡 悲伤过度 无能为力 他们认为连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亡 也无能为力 特别是拉撒路已经死四天了 在他们的一些 当时候的一些观念里面 他们认为 死了三天 还有机会复活 死了第四天 就死透了 没有机会复活 耶稣 他也做不了什么 因此战士七节 有人就用一种纳闷的 一种心情在想说 他既然能够开瞎子的眼睛 那为什么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呢 我想岂不能叫这人不死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他应该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大的纳闷是 他明明可以早一点赶来 让这个拉撒路 得医治 或是可以赶来的时候 还在死后的三天内 maybe可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可是他为什么不要呢 他为什么不来医治 拯救拉撒路呢 他们心中充满了困惑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便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 拉撒路 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心 解开 叫他走 38节 耶稣看见大家 讲这些话 哇 他心里又再次的悲叹 我们讲到悲叹就是 心里很激动 甚至是在马可福音 14章第5节 是翻译生气 耶稣生气 在马可福音 1章43节 是翻译 耶稣严严的嘱咐 吩咐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在马太福音 9章30节 是耶稣 切切的嘱咐 吩咐人怎么样怎么样 代表都是一个 非常严肃 严肃 很激动 告诉人家 你怎么样 你不可以怎么样 甚至有时候 可以翻译成生气 动怒 因此耶稣 看到整个这样的场景 他真的是 非常的 心里非常的激动 他觉得 人 没有信心 到一个程度 所以呢 他就来到坟墓那里 那坟墓是个洞 以色列人的坟墓 就是在那个山或是石壁上 找一个洞 然后把尸体放进去 门口再用大石头 把它封起来 所以呢 他就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个死人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 所有人认为 这件事情 没救了 没有盼望 死透了 耶稣却说 我刚刚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原来这时候 耶稣这样一提醒 马大跟玛利亚 他们才听见 原来耶稣刚刚讲的 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那时候说 主啊 是的 我信 这时候耶稣就说 我刚刚就跟你说过了 真正的意思 不是指说 他会被称为义人 他在末日 会因为我的缘故 信我的缘故而复活 不仅如此 我现在就要他复活 因为我刚刚 在第二十五节 就告诉你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因此呢 第四十一节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 信 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弟兄姐妹这边 让我们讲到刚刚 这个马大曾经亲口 对耶稣说 二十一节 主啊 你若走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他也必赐给你 马大 其实不太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他明明说 你现在不论跟神求什么 他也必赐给你 可是呢 他却从来没有想过 要求主耶稣 让他的兄弟 拉撒路 可以复活 现在 我们如果透过 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耶稣并不是 没有叫人 从死里复活过 有一个叫 在一个拿因 这个小村庄 有一个 有一个妇人 他的儿子死了 就在那个 出病的队伍当中 耶稣就叫那个队伍 停止 然后叫那个妇人的 寡妇的妇人 这个儿子 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并不是没有 行过死里复活的神迹 只是大家 被一个观念困住了 来不及了 四天了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一切都太迟了 被这个观念困住了 所以呢 耶稣呢 就行了这个神迹 叫拉撒路 从坟墓里面出来 弟兄姐妹 我想今天的经文 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 他是复活 他是生命 一到十章 每一个挑战耶稣的 这些观念 每一个攻击耶稣的 这些不同的想法 说真的 到第十一章 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些都没有意义了 那些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那些都不能解决 人会在罪里面 灭亡的事实 不论你是 这个修电节的那一群人 犹太复国主义 不论你是九章十章 里面 不断在定罪人的 法利赛人 你们都不能解决 人会在罪中灭亡的问题 第三章 尼哥迪姆也是 尼哥迪姆跟耶稣说 我看你是从神面前 来做师父 做老师的 耶稣说 不要跟我讨论什么神学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们就要在罪中死了 要灭亡了 所以才有三章十六节 这个我们永远记得的一句话 神爱是人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拆拜他的独生子 对不对 为我们死 叫我们信他人怎么样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对不对 他在很多的这个里面 都在讲说 我们不要讨论这些事情了 在这个第七章也是一样 在祝彭寺也说也是一样 他说 你们都要死在最终了 这才是真正关心的问题 不要跟我讨论别的 重点是 你们要在最终死了 灭亡了 谁可以拯救 谁可以赦免 谁可以让你们得着生命 得着复活 在神的面前被称义 进神的国 承受神的产业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跟耶稣在一些 小问题上过不去 我们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 没有去留意 到底主耶稣来是要做什么 是满足你在旷野 有五饼而已可以吃吗 是满足你 对于神学知识的满足而已吗 耶稣来 是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在神的国里面有份 弟兄姐妹 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 祂自己的救恩宝座上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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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